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种满载而归的感觉是令人很兴奋的 富裕人生邀请您一同加入硬亮华尔街 欢迎再次收看硬亮华尔街 那今天指数的部分比较震荡一点 因为昨天呢 这个今天一拉 它虽然是解为了这个季线破线的一个疑虑 但是呢 目前呢 看起来 这个变种病毒有一些干扰 因为变种病毒呢 不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大陆都有增温的迹象 甚至现在在举办的东京奥运喔 日本 这疫情呢好像也慢慢的在升温当中 这会是一个新的变数 但是我的看法没有改变各位 这一次的病毒升温 它不会像去年刚爆发的时候那么恐慌 因为去年刚爆发的时候大家没有经验喔 没有所谓的经验 所以会遇到就是说 这个崩跌的情况 有没有 我觉得今年这种情况它应该不会发生 因为现在有疫苗了 那Delta变种病毒它会让 就是说这个大部分人可能又被感染到 可是呢它的死亡率跟重症率是降低的 所以对于整个经济的冲击来讲 应该不会那么大 短线上会干扰 可是它不会那么大 那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说 中国大陆南京 现在呢这个确诊人数好像有在升温 那中国大陆确诊很多地方确诊的情况之下 这个对台湾的供应列 我相信其实去年你来对照一下 对台湾其实有些厂商来讲它是利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利空题材呢 大家不要过度的做个反应 那今天在整个雅谷的部分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的确有受到这些影响 比如说像上证综合指数 南航 南航 恒生跟日经 都是压下来的 那美国呢 电子盘在我们交易的过程当中呢 它也是呈现下跌的 所以这是主要压抑今天盘市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但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不会让所有的股票都下来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假设变种病毒升温 它只会怎么样 它只会让各国再去锁国嘛 那锁国的情况之下 我请问各位 所以航运的需求会不会出来 那当然会出来啊 所以如果你看到变种病毒升温 我跟各位讲 它只会对航运股来讲 是利多 不会是利空 这一点你要记起来 因为航运这两年的需求来自于哪里 就是因为国跟国之间 人没有办法自由的往来 所以很多东西你说全部靠飞机运 不太可能啊 因为载货量没有那么大 一架飞机能载多少东西 对不对 一艘船那么大的 载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各个港 各个国家港口都在塞 主要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那你说整个航运股 两天激情之后 今天稍微震荡合不合理 当然合理啊 对不对 我昨天我就预告了嘛 我昨天我跟各位预告说 这边不可能一路上去啦 我昨天我在解盘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 明天可能就会震荡了 这才是关键 震荡过后这段怎么看 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判断方式 各位你就看他今天有没有跌停 没有跌停 对不对 那代表说还有机会啊 如果他是打跌停 那很危险吗 那可能跟这个地方一样 那没有跌停的情况之下呢 短线你说这边有人买 这边有人买啊 有外资买 有很多短线的这个厉害的 隔日冲大户也在买 对不对 凯基台北就买这天啊 拉上来这三天呢 他一定会出嘛 这合理的 重点在说出完之后 下个礼拜的行情会怎么样 这才是关键喔 现在目前呢 有所谓的月线反压 我把这个线稍微消一下 你们自己看得很清楚 月线反压在这个地方 你今天拉一次上去 反而会遇到更大的阻力 你拉先稍微在月线之下整理 蹲一下 蹲一下 对不对 再整理 再上 那个再上去的力道就不一样了 所以整个航运股 我跟各位讲 这一波的反攻 你不要认为他结束了 懂我意思吗 因为昨天我就跟各位预告了 你要记住这一点 反弹一定会有卖压 但是卖压过后呢 各位如果这一次是因为变种病毒升温 让行情震荡 那我跟各位讲 各国的再封锁 更严厉的边境管理措施 其实对于航运股来讲都是利多 这一点你要记住 好 那电子股的部分呢 我讲的进入到八月份之后 有一些低位阶 没有涨到的电子股是可以注意的 对不对 那在这个电子股里面 我跟各位讲说 你要注意什么 在整个车电的部分 车用电子一定是主流 所以一发半导体喔 他公布财报好不好 超级好 为什么 因为车用晶片的需求量大增 所以财报很好 那现在他CEO也讲了 他说现在的车用晶片订单呢 相当于18个月的需求 什么意思 就说现在的需求量很大 我就算每天很认真的敢工加班 我还需要18个月才有办法完全把它消化掉 对不对 所以 你要去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车用晶片在台积电助工的情况之下 短线上有舒缓 可是还是很缺 那还是很缺的情况之下 舒缓跟缺之间 你该注意什么东西 缺的 比如说像 晶圆代工的 他应该会继续强 那舒缓的情况之下 就说 他有一些 有缺啦 可是呢已经有些晶片出来了 那会造成什么 造成汽车制造的零组件需求上来嘛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 你要特别注意 像我个人喔 我三月份我订的一台车 那个业务跟我讲说 九月份喔 这个兵士可能会到货 但是呢 这几天打给我说 王先生对不起喔 那个可能还要再演 因为你要的那个 套建筑喔 这个目前的相关的 这个晶片还是缺 他说可能 九月底没有办法如期交货 交车喔 可能要到年底再看看 我看这种情况 到年底喔 可能要跟我讲明年再看看 不过我个人认为是不急啦 因为 反正我现在也没办法 带着家人出去玩嘛 对不对 所以买了那么大台车 这个现在就算真的交车了 我也蛮头痛的 我摆那个地方摆蛮久的 所以晚年到也好 我不急 但是 可以跟各位讲的就是说 目前整个车用晶片呢 的确 是有 持续缺货的现象 所以这个里面 你要注意的是 缺跟舒缓之间 有什么类型的股票可以注意 这会是下个礼拜 我对有一些电子股的操作重点 我先跟各位做预告 再来呢 钢铁股 钢铁股我个人是觉得 8月到10月之间 会有一波新的行情 怎么说 各位 其实你今天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在整个中国大陆 对不对 他真的对钢铁产品 出口可真关税 尤其是在个铁 还有什么 升铁的部分 冷压 他都有做所谓的关税调整 然后他也取消了 这个中国厂商 钢铁出口的补贴关税 什么意思 以前出口可能 这个会补贴些 你退税给你 奖励你 把我们的中国大陆的 这个钢铁 赶快卖到其他国家去 所以厂商来讲 我有这个补贴嘛 所以我价格 我可以压的低 因为我还可以拿到政府的补助 那现在就取消了 所以他还有办法 就用那么低的价格 去卖给别人吗 那就不会了嘛 所以不会的情况之下呢 对于我们台湾来讲 第一个我觉得中刚跟中虹 一定会受贿 中长线格局来讲 这绝对势力多 因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中国大陆 价格压力下来了 那就等于怎么样 等于我们中刚开始也慢慢有竞争力的嘛 所以你看中刚股价 其实慢慢有上来 这个都是怎么样 准备在预告 那现在还压在这个所谓的月线反压下 但我觉得后续整理整理都有机会突破 那短线我跟各位讲说 你先不要去看所谓的中刚中虹 应该是看什么 整个不锈钢 其实我不是今天马后炮 我前几天的节目我就跟各位预告 对不对 昨天最强是什么 夜薪 夜薪今天股价呢 其实早上还是很强 但是呢各位 你跟我做跟别人做的不一样 地方在哪里 我不会带你啊 涨了第二天快涨停板的时候 带你去追 我们这边一定是先卖一趟了 懂我意思吗 因为昨天已经拉涨停了 今天价差又拉开了 那一定是先卖一趟了 2030的张员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昨天大涨今天再上来 这个过程里面一定是怎么样 先调节一趟 那你说调节一趟之后 对他后面不看好吗 其实也不是 我们在等低点再把他接回来 现在做法就是这样 因为你不这么做 我跟你讲连法人外资都这么做 你有没有发觉最近外资也做得很短 对不对 他不是不看好这个产业喔 而是他短线价差先赚起来 然后低点再来接 那股价呢 你会发现那样股票 下来又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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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看起来呢 就是一个长度格局 现在很多外资也好 投信也好 都是这么做 所以在整个钢铁股的部分呢 我跟各位讲 要做的跟我灵活操作就对了 整个大方向没有改变 这个钢铁的一个报价 未来我跟各位讲 只会越来越贵好不好 只会越来越贵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八月之间 中国出款要科关税 俄罗斯八月一号正式生效 所以在整个钢铁的原料上 取得又更困难了 所以钢架只会涨 那只会涨的情况之下呢 八月到十月之间还有一件大事 就是美国基础建设要开始执行 所以钢铁的需求只会更大 照传统的这个理论来看 钢铁的产业第三季的时候 他不是所谓的旺季 他应该是相对的淡季 淡季有办法持稳 很多报价还在涨 那真的到了所谓的 钢铁的旺季的时候是第四季 第四季呢 他会更旺 所以股价不会等到这个第四季 真的发生之后就开始涨 其实就是预期心态 预期未来会好的情况之下 他一定会提前涨 所以说在这段期间里面 整个钢铁股呢 会有一波新的攻势 这段呢我希望要掌握到对的股票 过去有些涨多的不适合 但是呢 新的题材 跟美国基建有关的个股 那就有机会 懂我意思吗 那钢铁股今天呢 下跌还有一个原因在于说 整个航运股的部分 出现震荡嘛 不是说很强 所以他一定会被带 带下来 懂我意思吗 但是他整个未来的趋势来讲 没有太大改变 豪运股今天震荡合不合理 我昨天就跟你预告 今天一定会震荡 这是必然的 但是震荡之后呢 下个礼拜 我跟各位讲还有机会 所以你就持续锁定我的节目就对了 好好把握住啊 这一波 只会到今天就结束了吗 各位到今天就结束了吗 想不想知道 今天航运股会怎么继续变化 我希望各位继续锁定我的节目就对了 我会带各位掌握 接下来的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我说万海你看哦 今天你说大跌合不合理合理啊 为什么 因为短线这个地方 他已经连续涨了两根涨停板了嘛 会不会有人先卖 想要卖 当然会 而且尤其是反弹的初期 大家对于他来讲 还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 所以有抢到钱的一定会想说先跑一趟 然后再加上很多当冲 当冲觉得哇 两根涨停上来了 对不对 早上呢 后面想说会不会有第三根再进去抢 进去抢的情况之下 这尾盘发现上不去 当冲怎么样 又没有钱交割 所以怎么样就只能把他杀出来 就是这样子逻辑而已 但是到后面你慢慢来看 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懂我意思吗 所以涨了两根涨停之后再拉回来 合理 杨明 昨天涨停之后呢 今天万海跌嘛 所以他也跟着跌 OK没有问题 那我昨天讲的大户的逆袭3号 这张股票 今天就不一样了 今天各位你来看看 开始发动 对不对 有涨的感觉了吧 大盘尾盘在杀 他今天表现的还是相对不错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种股票你就安心 好不好 我会带各位体验这种感觉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好 好 那接下来要注意什么 下个礼拜进入到真正的八月份 在整个七月的初期 我给各位很多很多好的这个电子标股 比如说像这个2486的一拳 有没有 这段涨了快一倍 有没有 然后呢 还有这个351的系码 这一段也涨了快七成 对不对 所以进入到八月之后 有一些强的电子 他会做表态 那我希望各位你要掌握到对的个股 现在的电子股不见得每一档都大涨 对不对 蓬城我已经跟各位讲了 这已经反应过一段了 这边该小心的要小心 二极体这一波 很强没有错 但是呢最近来讲都出现震荡 进入到全新的八月之后 我希望各位掌握到新的题材 有没有什么 超强的电子股 会跟一拳 会跟所谓的系码一样 可以涨这一大段 我跟各位讲你就安心交给我 我会找到对的股票 然后我们一起来操作 好不好 那今天很简单 进入到八月份 所以这样股票 我希望各位在八月份里面 你都能够撞到大钱 真正一波大的电子股 超级会爆发的个股 希望各位好把握住 那今天要不要很简单 一样喔 你手机 耗码里面 只要有一个八的 不管你八在哪里 八在头八在中间八在尾巴都可以 把电话拨通 好不好 我会送你一档标股 或者是说你手机没有八 但是你看你身份证也没有八 身份证之后里面不管你八在哪个位置 只要有一个八就好了 你看到节目的都把电话拨通 打他进来 我让各位体验 体验什么 体验这种爆发的感觉 我要掌握到的是接下来会跟一拳一样 就说看起来 你现在看起来明不见经状 对不对 股价还没什么涨到的 就像我当时我跟各位讲一拳一样 还没什么涨到 我跟你讲一大堆的基本面 你也觉得我在乱讲 对不对 但是后面呢 股价又涨了一倍 我要掌握的是掌握到八月份 在这个地方的一拳 懂我意思吗 每个月都会有不一样的标股出现 不管行情怎么震 各位你回想一下是不是如此 每一个月要涨的东西 好像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每一个月都有不一样的股票 不一样的题材它会飙涨 你今天不要去管大盘尾盘怎么样 怎么震荡 这个行情大方向原则很简单 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情 QE退场了没有 QE没有退场 那股票市场呢 它就相对的稳定 中间难免会有波折 就是涨一下它可能会毁 像大盘最近在杀季线 上完季线之后呢 现在上来了 季线这边在震荡 因为整个提材面上 还没有什么超级大力多 对不对虽然说今天联电大涨 但联电权重来讲 没有说那么重 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去 把大盘整个往上带 反而是这个航运股 对大盘的联动性来讲 比较大 大盘杀尾盘 航运股很多又压回 尾盘又压下来 这是必然的 重点是 压完之后 接下来会涨什么股票 8月份绝对还有行情 对于Delta变种病毒的干扰 我刚刚该讲的我都讲了 所以各位专注在个股上 个股才是关键 有的时候大盘涨一大段 涨1000点你的股票都没涨 那大盘涨一点跟你有什么关系 有的时候大盘回个500点 可是你的股票继续飙 继续涨停板 那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嘛 对不对 所以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个股操作上 我希望大家 在8月份里面 你至少可以拿到一档 不错的股票 可以中到大钱 所以 8月 准备爆发的超强电子股 各位今天讲股票 好好的带上 好不好 手机 或者是身份证知道有8的 赶快把电话拨通 打到进来 一样比照昨天办理 让你体验 直接体验 我讲直接体验喔 好不好 你要体验的就打到进来 体验什么 体验像 一拳像 戏马一样会飙涨的股票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今天 开放 60秒来电 一样比照办理喔 60秒之内把电话拨通的投资朋友 这一档股票就送给大家 只要有8的 手机身份证 里面其中有个8的投资朋友 然后呢你能够在60秒之内拨通的 这一档 下个礼拜 准备爆发的超强电子股 直接送给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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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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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副直播 立即上线上线 Live直播 Live直播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的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零耳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的 欢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各位进入到八月份之后 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族群会串出来 每个月都会有不一样的标股 因为这是多头格局 所以当一档股票涨多的时候 他必然会有一些卖压出来 这是正常的 对不对我不管各位过去多强的 你说二极体也好 对不对 或者是什么 这个所谓IC设计也好 很多股票涨多一定会震荡 那我这有跟各位讲的车店概念股 像这个一拳 这段已经涨了快一倍 96% 有没有 那这个细码的部分呢 跟各位预告之后呢 也涨了快七成 所以这些股票都是在过去 这个七月初发生的事情 那接下来八月初呢 有没有什么特定的股票 会大涨的 我希望各位接下来要把握这一档 好不好 今天一样各位我帮你准备好 那你符合资格的你就把电话拨通 你就直接打掉进来 你跟着我来操作就对了 不要感到害怕 手机 或者是身份证字号有8的投资朋友 欢迎大家 打掉进来 来电体验这种爆发的感觉 好不好 大盘尾盘再杀 不要怕 我讲了 对于整个变种病毒的干扰 尾盘先反应是好事 变种病毒你说影响多大 我讲的第一个 死的人不要太多就好了 那现在有疫苗了嘛 对不对 打了疫苗 这个确诊以美国的角度 美国的这个案例来看 真的得到变种病毒 是97% 没有打疫苗的人 大概有3%左右打了疫苗还会得 所以这比例来讲 很低 很低 所以对于整个大规模要造成经济的冲击来看呢 应该 不会再发生 所以你要利用这种短线的干扰的时候 去找到 接下来进入到8月份之后 全新的操作 不一样的标股 懂我意思吗 8月份准备要爆发的超强电子 一定要把电话拨通 那对于整个航运股的部分 我跟各位讲 我看法没有改变 今天是变种病毒身份的干扰 但是你记得一点 各国边境管理越严格 对于航运股来讲 绝对势力多 这点你记起来对了 很多的港口目前 货轮 游轮 全部大牌上 没有改变 懂我意思吗 所以 整个行情来讲 他也不可能这边一路下去了 再拉回过程里面 我们去掌握一个好的股票 那月初的这个阶段 我觉得有一些好的电子股 因为营收会公告嘛 公告很多可能全场又下一大跳 哇怎么怎么那么厉害啊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就有可能会飙 一大段 就像当时我跟各位讲的351的系码一样 对不对 像当时我跟各位讲的这个一拳一样 有办法大涨的 各位 我们接下来准备做这一档 8月准备爆发的超强电子 手机或身份字号有8的投资朋友 今天看到节目的不用客气 直接把电话拨通 拨通了之后呢 下个礼拜会带你直接做体验 你体验一档就好了 先体验这一档 好不好 有准再说嘛 对不对 先体验这一种 会涨的感觉 打到进来就对了 打到进来带你体验爆发的感觉 这一档 今天开放60秒 60秒之内把电话拨通 身份证或手机知道有8的投资朋友 这档股票直接让你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本公司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